这里是旧金山最繁华的联合广场 那么之前可以说是走路都比开车要快 非常的塞车 但是经过了一年的疫情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虽然目前有15%的民众已经打了疫苗 但是人潮可以说没有回来 因为现在加州 尤其是西谷这边的生活成本非常高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不管是企业或者是居民 都会比较倾向就是找到相较之下 生活成本低的地方 那加上疫情期间西谷的这个e-commerce 就是进步的很快 所以公司其实有更多的选择 疫情主要冲击 必须直接和顾客接触的餐饮观光和零售业 相反的科技业却更加兴旺 根据新出炉的Silicon Valley Index 当其他产业工作的流失 从8%到50%不等时 西谷科技业的工作竟然逆势成长2%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 创投在西谷的投资不减反增 2020的MegaDeal 也就是超过1亿美元的创投投资件数 在西谷几乎成长2倍 也因此西谷人几乎不担心未来经济前景 他们认为目前冷清的景气只是短暂现象 而矽谷优货的薪资更是美国其他地方难以比拟 我最近有遇到一个就是从Oregon来的 他以前是Marketing Director 那他最近就是得到了Google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他其实在Oregon的title是Marketing Director 那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呢 就是变成了Marketing Leader 但是他的薪资呢 是几乎是两倍的成长 尽管如此 西谷这十年来的确面临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 考验未来政府在社会政策和施政上的方向 环宇新闻特派记者曾韵晶 在西谷的采访报道